是 送妈 妈 中介好 那小饼太感人了 是 那女的眼睛多好 那小偷眼睛好 那中介眼睛可真不扎地啊 对 她眼睛最差 老公 我哭饿了 行了 别哭了 媳妇 你看她眼睛都哭肿了 我看看 想吃点啥呀 给我来个刀鱼 那我得来个红烧肉 再来个素菜 西红柿 炒鸡蛋 那我再整一个蒜蓉西兰花吧 行 坐去吧 我不会 你会啥 我会吃呗 我会啥 吃个饭了 吃个饭了 大姐怎么还不来啊 大姐啊 谁知道 哎呀 坏了 人家大姐刚才给我打电话了 说孩子今天开家长会来不了 老公 我饿 来来来 走吧 这不是还有大早呢吗 你吃俩大早吧 这都啥时候的早呢 我哪知道上个月就在这呢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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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啊 大姐来不了 大姐夫一会就到 能来吗 大姐夫 能来吗 你喝 我太了解他了 看着啊 我数个数 他接着就进门 三 二 一 进门 他们姐夫真来了 来了来了 大姐夫 哎 咱吃点什么呀 吃啥呀 啊 你看 刀鱼 来个红烧肉 做鱼蛋活 再来个西红柿炒鸡蛋 行吗 行 好好好 行 三哥 哎呀 大姐夫 哎 我说你得快着点啊 我媳妇 我啊 我这都都饿着呢 嗯 那你要是饿的话 你过来搭把手呗 我搭把手 你不好意思 这房子啊 这房子的首富大头我套的 你让我搭把手就好意思 行行行 哎哎哎 鱼别在屋里收拾啊 到阳台上去啊 这行不行啊 那你去呗 我 这房子首富的大头 你套的 你这大头早饭砸死我 二公二宫夫 小米粒在家没啊 小米粒在不在家你不知道啊 没在 没带你来干什么 楼下来个生日找范爷爷 这孩子脑子有毛病 家里来人你就领进来不就完了嘛 我怕他是找小米粒的 哎呀我都跟你爷爷一样 他说明说他叫什么呀 没说 但他说他叫二狗子 二狗 二狗子 坏人呢 那个他倒不是坏人 他是我爸单位同事的儿子 我告诉你 这二狗子到我们家没别的事 就是借钱 你借什么就完了吗 借他 你借他呀你啊 你不不不不 我告诉你 这二狗子 到我们家借好几回钱了 一次都没还过 那咋办呢 他那咋办 对啊 老公那咋办 我哪知道那咋办呢 你看你平时挺机灵的 我机灵 你看你们家认识这些人吧 来就是借钱 我又来了 有了 过来啊 行动 快 自动 快 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好了没有 好了没有 来来来来 我看看我看看 我看看 就这样啊 哎呀妈呀 去门了吧 哎干净吧 啊 这咋回事啊这是 没走错门 啊 告诉你个不幸的消息 二狗子又到咱们家来借钱来了 二狗子又来了啊 那来就来吧 那咋整啊 他来就来 他借钱来了 你知道吗 那你那你就借他呗 你借他呀 我借他了 我上回借他五百 还你呢 没有啊 还是这回还借你的 你给不给 那你有就给呗 我我这反正我就一百块钱 一百块钱 一百块钱 一百块钱他不要 他他借一万 那我没有 没有你就把他得罪了 告诉你们啊 我做生意的啊 你们都记住了 借钱的人我我见的多了 来借的时候 好意思 你不给他 你都把他得罪了 他就恨你 那咋整啊 这么整啊 大姐夫啊 你们配合我啊 今天我让他借不着钱 还让他高高兴兴的走 这不可能 什么不可能 大姐夫我告诉你 你就配合我啊 啊 哎小倩 过来 刚才交代你的任务 你记住没有 记住了 我一咳嗽你就进来 行动 偷偷必须放心吧 皮膜 赶紧的 把大姐夫这鱼给藏起来 快快快快 大姐夫 我最担心的就是你 你这个人心眼直 你说话 你把不住门 你别给我说漏了啊 那我可控制不住 你就说你牙疼 你说不了话 我牙疼 你谁相信我牙疼啊 这也不像牙疼的呀 怎么 那也不能不说话呀 牙疼 来来来来来 大姐夫来 张嘴 干啥呀 张嘴 别吃 我看看 偏了 不好看 偏了 来一个 这边 怎么样 这像汤了 嗨 嗨 二姐 二姐夫 大姐夫 二狗子 我到姐夫那脸咋的呢 多火了 他那个上火了 二狗子 牙疼 说不出话 你那小剧可太好了 这家进大门带同报呢 我帮人家真有钱 你看这 这这这这这这 有本家呀 哎 没错 咋的呢 那沙发已经抵出去了 别给人坐埋子了 哎 啥情况这些 二狗子 媳妇 你别哭 你哭得我心里老难受了 二狗子 我告诉你啊 咱们家欠人家家钱 咱们家还不上了 这不是人家债主 把这都封了 这家具都抵出去了 这房子也抵出去了 真是假的 咋还假的呢 咋还假的呢 哎哎哎哎 收拾好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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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钱还钱没钱搬家啊 车马上就到了 你把脚给我抬起来 别把我地板给摘埋头咯 太多啊 我让他人家欠你多少钱呢 欠我多少钱呢 三百万 二十万 多少钱 三百 二十万 零五百 三百二十万零五百 咋钱那么多呢 是啊 咋钱呢 咱老问我呢 不是 我炒股 我什么时候 我没交物业费 你这物业费也太贵了吧 你能具体说是咋钱的不 不是 你画了这么多呢 你能替他们还是咋的啊 瞅你这样就像借钱的 那个赶紧还钱 哎呀 咋借的你呢 我说谁呢 他 他回去了 你别说话 你牙疼不疼 疼 牙疼不疼说话 你看着他这儿 哈哈哈 二狗子 爸妈串门是串门不假 串门挨家挨户借钱去了 那大姐和小米呢 串门去了 别说话 他们也去借钱去了 那你仨的没出去借钱呢 哎 好几天没吃饭了 饿得走不动道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 这样 铁一会儿 我跟你们买点吃的去 谢谢 谢谢啊 哎哎哎哎 哎哎 哪有大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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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 家里有 有 就这情况还有吃的呀 有 有 有什么有啊 有什么有啊 人家二狗子都看出来了 家都这种情况了 还能有吃的 你看着他这儿 能不能给我说话 鸭疼你还说话 哎 哎 二狗子 大姐夫的意思是说呀 你看你大老远来的 嗯 怎么能让你出去买吃的呢 家里有啥就吃点啥吧 哎呀 媳妇啊 哎 那个端菜 好嘞 来来来来 坐坐坐坐吧 坐吧 哎呀 哎哎呀 哎呀 哎呀 别坐了咱蹲着吃吧 啊 蹲着行 来大姐夫蹲蹲蹲蹲蹲蹲 你这么小的一条咸鱼够吃吗 吃 吃多吃 看 看一眼咸鱼 吃一口馒头 看一眼咸鱼 吃一口馒头 哎哎哎哎 媳妇 大姐夫都看半天了 别管他 抠了死他 给我 那个 二狗子 给啊 哎呦 你是客人 这半老大的是你的 这半老 是我们一家人一天的口粮 哎呀 哎 不还钱还有脸吃馒头 还有海蜥人 还有海蜥人 二狗子 二狗子 别哭别哭啊 没事 那冰箱里还有吃的 嗯 冰箱里有吃的 有什么 有吃的 有吃的啊 冰箱里有糕点 啊 大姐夫 啊 你是让我想象吗 哈哈哈哈 这蛋糕好大呀 哈哈 不是那那那冷库里面有肉 哈哈哈哈 这是牛肉还是羊肉 哈哈哈哈 我说你们都过成这样了 哎呀 那欠钱钱啥事都还上啊 哎呀 我告诉你二狗子 咱们家是要脸面的人 啊 欠钱不还 那那那那那那不是我们家干的事 欠钱不还 你不脸红啊 欠钱不还 你不害臊啊 欠钱不还 你还是个人吗 哈哈 欠钱不还真不是人的 你咋那么傻呢 他说你呢 我体会也听不出来吗 别说话 我说你体会 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实话吧 他们要实话你来借钱 他们骗你呢 跟你演戏呢 我也跟你演戏 你挑我这牙 嗯 你看 你把把牙给你拼出来吗 啥也是人家倒虎 跟你演戏呢 大姐夫啊 你咋能这样呢 二姐二姐多实在 也有啥就是啥 你还够哪装 你仙咋那么多呢 哈哈哈哈 好 好 怎么办 哎 我今天来的正好 你不是你来的不正好 家里没钱了 我是来还钱的 我从我叔我审那一共借了五次 一万七千块钱 来 这是两万 多出那三千算是利息 但是啊也不够你们还债的 没关系 发挥我特长 我马上跟你们借钱 我能借多少 我就试多少 二狗子 这个有什么 弄的事 啥事啊 人家是来还钱的 你看你呢 赶紧跟人家说清楚呗 哪有这样对朋友的 哎呦呦呦呦对对对对 我嗨 我这二狗子 来来来来来 二狗子 我我真没想到你 你还能是来还钱的 我是万万没想到 我说二狗子 刚才大姐夫说的对 不是 我们以为你是来借钱的 所以说给你演了一出戏 行了 二姐夫 别安慰我了 那债主我都看着了 债主也是帮我们演的 那是群众演员 那是 你不信我咳嗽一声 哎 哎 哎 干啥的 干啥的 钱还给不给了 给不给了 行了 别演了 二狗子人家是来还钱的 干啥 干啥的钱了 哥 什么感 人家二狗子把这些年 借我们家的钱 连本带息全还了 二狗子 哎 姐夫 过来 姐夫跟你说两句话啊 我跟你说 这人呢 借钱的时候着急 还钱的时候更应该着急 你说是不是 是 但不有句老话吗 好借好还 再借不难 对了 你看 今天这钱我全还上了 是啊 全还上了 一共五次吗 全还上了 对对对 不是 你 你 全还了吗 全还了吗 五次吗 不是啊 你 五百 哪有五百次啊 就五次 哎呀哎呀 不是我呢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大姐夫不好意思跟你说 我说吧 我说吧 你之前是不是跟大姐夫还借过五百块钱 你忘了吗 哎呀 哎呀 我忘了 你说当初我说我借钱是跟你写签条 你就不要 不要 没有就拉倒 哎呦 没事 真就剩五百块钱了 来 拿着 哎呀 不好意思啊 没事没事没事 对不起啊 你喝 我下次注意啊 哈哈哈哈 谢谢谢谢 行了行了行了 哎呀 你俩别客气了啊 二狗子来了啊 没别的啊 家里吃饭啊 对对对 大姐夫 哎 赶紧做饭去 我做去 哎呀 啊 今天我请客 咱们出去吃去 哎呀 哎呀 不好意思啊你说 还你 哎呀 我把钱全还你们了 都没钱了 哎哎哎哎哎 二狗子 这钱你可是还我爸妈的 这不能动啊 对啊 大姐夫 有钱吗 我有 你不是刚还了我五百吗 干什么 这么多人五百差点 对哎 大姐夫 哎 我不记着你说你还一百呢吗 对我我我我我这还一百啊 六百够了 谢王 好 吃饭你啊 哎呀 吃饭你 哎呀 吃饭你 吃饭了 哎哎 哎 刚还了五百又接出去六百 你知道什么事啊 这家